老是腿凉是怎么回事?三种制法不再爬凉 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大夫 很多女性朋友到了夏天都喜欢穿裙子和凉鞋 优雅清爽,不负浪漫的夏日时光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怕凉 即使是夏天来了,也不敢穿得太少 总是觉得腿凉,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腿总是发凉的原因和它的调理方法 大家在看过视频之后,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也听得明白,就把这期视频保存起来 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在中医理论中,一般腿总是发凉,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点,气血虚弱 气和血是人体内的两大类基本物质 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气对人体有推动调控温序的作用 防御、固蛇和中介的作用 血对人体有滋养的作用 还可以养神,气血相互依存 气虚则血少,血少则气虚 人一旦出现气虚、血虚的现象 就会造成全身血液运行不畅 这个时候到达下肢的能量就不足 所以就会发生腿凉的情况 第二点,阳气不足 中医认为,阳气有温氧全身组织 维护脏腑功能的作用 阳气不足就可能会导致生理功能衰退 身体的预寒能力也会下降 日常会胃寒怕冷 四肢常年都很冰凉 肾主人体原阳 脾主四肢肌肉 肝主筋 腿部发凉 其实与肝脾肾功能失调都有关系 阳气不足 如果脾虚气血生化不足 我们的肌肉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 阳气无法通过血液来温序四肢 这时我们的腿就会发凉 不凉的生活习惯 在饮食方面 比如经常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冰淇淋和饮料 这些都容易导致人体阳气的耗死脾胃受伤 或者一些朋友喜欢在夏天吹空调洗冷水澡 这也会造成身体阳气的流失 甚至给身体带来寒血 另外 有些朋友喜欢熬夜 经常睡眠不足 就会好伤气血 长期下来造成身体气血亏须 在有些办公室族的朋友 长期久坐不动 也会导致全身气血循环缓慢 也可能引起下肢发凉 生活中总是有发凉的朋友 可能也会觉得腿软无力 而且腿通常都比较瘦 或者是比较虚胖 腿上的肉也特别松软 有时还觉得腿特别的酸沉没劲 稍微动一下就觉得酸软无力的厉害 并且感觉浑身没有力气 少气懒炎 一活动浑身出虚汗 这时候需要如何调养呢 大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饮食调养 气血虚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些补气血的食物 因为气血充足 身体的血液循环顺畅 腿部得到了足够的血液供应 就可以改善腿部发凉的情况 补气的食物有猪肝 羊肉 牛肉 桂圆 大枣 第二 多运动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羊气是生命的基础 运动可以调动体内的羊气 羊生发 生命力自然旺盛 同时运动有利于五脏 皮主四肢肌肉 肝主筋 肾 肠 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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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适当的运动 对于我们的身体 有很大的益处 大家可以选择跑步 跳绳 打羽毛球 游泳 这些全身性的运动 也可以选择晒太阳 为身体补充氧气 改善腿部发凉的情况 适当的泡脚 人体的足部 有很多的穴位 通过泡脚 对穴位进行刺激 可以有效加强 全身气血循环 和加强新陈代谢 同时还可以助眠 消除疲惫 驱除体内的寒气 找到病因 找到方法 在这里提醒大家 还要尽可能的 不在夏天 吃生冷食物 喝冷饮 不熬夜 如果在空调环境中 工作和生活 要注意身体保暖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不懂 可以到评论区留言 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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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